好 說這麼快 我們就第二節 講蠻好姐幫 不理我們都很正常 因為我們自己說話 台下的人不理我們 我們是完全不介意的 我們洞廢的講蠻好姐幫 主要是講蠻好姐幫 第二節講什麼 當然是講經典的 先講龍虎門 剛才不停提龍虎門 通天風雲編天劫天的第七回鬼哭神號鎮通天 好 說到什麼 今期 上期本來陳奧雲走了之後應該大家散蕩 民主忽然打自己有 做過了財神 今期又繼續打 因為財神之前就是中了陳奧雲的毒工 給他吃了藥 是吧 陳奧雲閃了之後他就無心亂戰 建議民主不如收兵 激怒民主做瓜 但我也有些問題 林鎮殺敵是不是真的可以 不是殺敵 林鎮殺自己有 是不是真的有辦法鼓勵到 因為其實你已經人多了 你也知道對方是強人來的 雖然他們是自私 但他們也是強者來的 是不是 他現在不是要鼓勵別人 他是要威脅這些部下的 但是整班隊了幾十年 甚至乎怪魯魯那些自私幫你換片 你用不需要用這些手段 你真的正式下命令 或者說一句 誰不出手打的話 我先殺了他 他就是因為之前下命令 發覺沒有人採他 他覺得有點古怪 還有就是剛才已經在開拖了 還有誰人再延退呢 是呀 剛才已經在打中 還打到番茄都出來了 是不是 還有還有什麼是誰人再延退呢 沒有啊 那你無緣無故就打了 自己有的 只是財神說了一句 不如收兵之類的事情 那需不需要因為這句話 而生氣得要殺自己人 你還在減自己軍力 對方不是死很多人 是否錯了這個部署 如果以鐵五郎的理解 應該是只剩下一個最強的 就是陳駱雲都出來了 那其他人是 並不應該被 二線的了 是啊 真的買少見少的了 可能他覺得自己 真的可以一個打幾個 你知民主是覺得自己無敵的 如果是的 就直接不用殺了 常常叫他們 坐馬邊看電影 做啦啦腿就算了 他真的用來嚇唬其他人 看到他們之前 只是說話 他們好像當耳邊封 又不理我 這樣 然後就殺一個人 嚇唬他們 就是他們 不要當自己透明 這樣的話 就只是一個發脾氣的二世組 一向都是的 你認識他嗎 這次 今期就繼續說 石黑龍一直都是撿死雞 專門打小女 打小邪女 打小女 古武宗師那一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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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前一出來的時候 就說到一位厲害的羅智勝那群 是的 現在突然廢了 越打越嚇唬 越打越嚇唬 說到小邪女好像比他們厲害 是的 是的 我真的覺得 頭都有點歪歪的 為什麼羅智勝 你講到 你不夠武宗師打 或者看到武宗師很害怕 我也可以理解的 但是 他之前來是一直都串串共的 為什麼突然之間 弱化得這麼厲害 還有 問題是 他沒有特別經過任何事情 只是輸過一次武宗 但是他現在知道武宗師走了 他又重新反骨了 但實力來說 他一點都不弱 他還要後期什麼 被師傅一腳踢死了兩件 他兩個私底 哪有這麼差勁 他們來到 你剛剛來通天教的時候 是覺得自己是 除了最大的幾顆之外 他是壓倒了下面所有的男子 基本上 羅智勝是二線頭 甚至乎 抓住一班尾的功力 至少也贏了卓不凡 卓不凡也不會被小虎看 他就死了 現在錯了 這本東西 我越看下去 我不能夠把那些人的功力定位 還有我想有一個很重要的項目 就是 一直都說 整天在他們的專欄裡吹噓 說今期接下來打得很厲害 但你看到他打出來 沒有重心 總之有一班人在喪打 簡單來說 用一個例子 譬如 我知道有掌聲 不關你的事 有拍給那些尾也不關你的事 是甚麼 沒有重心 就是你不知道他們為何要這樣打 以及每一個人的特色是甚麼 強弱層次怎樣分明 現在這樣打 石黑龍這班人 黃小虎明明是第一男主角 他現在打得像什麼無知 大法 西華人大劈友那次的那些年輕人 變成怎樣打法 有甚麼重點是不重要的 一想要比較 我就想到 分部份亡將那段 那些人打是個心態會變化 比較實在的變化 為甚麼敢打 哪一個層次 這個突然氣勢上 那個突然回落 打算怎樣靠氣 回到氣 便反回回一個雙 這些是存在 但龍虎門 他打了很多次 製作是否不燦爛 都燦爛的 我承認的 製作都是令人眼花撩亂 但反而在鋪排和營造上 去不到一個層次 他現在的做法就是 首先安排兩邊的主角 打一場可能比較厲害 打到很多期間 感覺到讀者可能會有點悶 不停地跟兩個人打 然後找一些異線的過場地打一點 打了一段時間很快就完結了 然後就回到主角那邊 帝克龍已經去到 跟異線的流羅打完之後 只不過純粹是過場而已 等你不停地看 都是小虎打民主 我怕你們們會豐富一點 以往他們一向擅長打到的畫面 感覺上好像打得很厲害 但其實他那場戰役是沒有意思 打了出來之後不深刻 尤其是群氣這麼多人打的時候 他們是沒有戰略部署 譬如今期的石黑龍是亂發通 而對方也是沒有一個 例如他們沒有想過 石黑龍自己的功力高還是低 你就算說他們風天教那班人 或者是武武術師那班 都看低了石黑龍 所以自動上去 結果就是吃虧了 你起碼有這些描寫 我們都知道那個角色那個個性 但是沒有 我今期看完之後 我覺得個性最明顯的 卓不凡 他這幾期都是 每次都是背脊劏人 都金剛刀 永遠是偷襲 然後就一擊即去 我只是在他身上 能夠看得到所謂個性 除此之外 剛剛死了的男管一指都有過 都叫做比較上 現在的現存這堆人 比較適合 辣皮一些 剛開始說他又怎樣 縮骨 連女兒都可以 都給人床姦 最後 她是床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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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奧雲這麼慘嘴 雖然 RCA有條街是賣BL東西的 但龍虎門沒有 蒙不起 陳奧雲成績 到最後這一刻 她真的反省之後 她這麼怕死的心態 都寧願跟陳奧雲拼命 這件事在人性妙子裏面寫得比較好 另外 卓五郎一開始說過 他對自己部下的態度有問題 跟小虎打的時候 用招式 戰鬥時的智慧都有問題 上一期就被小虎用拳腿交加 讓他吃虧 今期他突然之間 不知如何聰明 他能夠令小虎變成下風 但這個過程 我覺得是信服不了的 我昨天吃飯的時候 看龍虎門和阿冰姬都有說過 就是 何時誰 為何會突然攀上風回來 沒有解釋 沒有解釋 譬如 剛才說實打 最近的書 始終都是牛佬寫的 畢竟他自己練過的東西 所以問題就是 為何那個人攀上風 就是因為他剛剛搜完一段 或者對方有一個錯誤 他失了機 所以你掌握過一下 你就可以攀平了 但是這裡你沒有的 你看不到 牛佬很擅長寫的 就是譬如 戰鬥時我守勢 我是等著你武器 他會給一個很強烈的理由 等不熟悉打鬥 武學那些讀者知道 原來他為何要守呢 是等你露出破綻 或者武器的時候 我就一起攻你 然後很清脆利落 連續很多招去KO你 那就變成合理了 這個是 我覺得基本要做得到的 審暴打 但是龍虎門就沒有了 純粹可能 他們 文殊也好 或者黃師傅 想一想 他腿髮很 刁鑽 或者他功力強些 我要怎樣針對 就真的針對到 他就不理合理性 就是說畫面爆不爆 心想事成 純粹是畫面爆不爆 可能 他覺得 上風 那就要上風 求神 而 譬如 尾段那裏 文殊 佔了上風之後 因為 之前說過一句 剛才 黃小虎應該只是幸運 我功力比他高 他好像做一些催眠的事情 結果真的 佔了上風 但是不久之後 就突然變回下風 是沒有說怎樣的 是沒有解決 他突然間 他明明被人打到 落甲板四腳 垂地 突然間做一個 跳起 躍起 然後縮龍成串 再搏一招 這些是五月才能做得到 哈哈 要一film之內做完 是的 另外 今期 白俊 白俊死了 嘩 白俊這個角色是很奇怪的 你之前 既然可以為了復仇而出賣 江頭星兩兄弟 沒有理由現在你突然間覺得 我要幫小虎 寧願犧牲自己的性命 完全 不明白 還有白俊那種 需要復仇的行動 他不是 下下要這樣自己 下手下腳 去打和別人拼命 他是會 有一些計算 所以 也是因為這樣才會 跟癡牛攀上 最後這兩頁 我看穿了黃小虎 話說 白俊 打算偷襲文學 踢了太陽的一腳 然後暗襲文學 的人 原來是白俊 功力差上兩皮 被針退 然後黃小虎就說 白俊不是他 不是他 星仔和明仔 不會死 因為他是從小英得知 哇 小英真是多口度 這傢伙 然後天武浪就說 打死你 就容易打 一拳打到 白俊的樣子 整個姓公子 看他的頭髮 打完之後 黃小虎就衝上去 可惡 當然了 他想親手殺了白俊 誰不知 慢了 時間一不正 時間一不正 就錯了 結果白俊被人 前入後出 一拳打穿了 被民主 很可惜 我覺得有這樣浪費一個人 你想一下 又特意可以為他 建立到什麼仇恨呢 早幾期才說白俊 用軍艦去撞民主 今期竟然說到 他會用不自量力 去跟他硬拼 錯了 除非他到死 他會想一段跟你說 對不起 我 我其實是喜歡你的 可以跟小虎一樣 但是看這個款式也不是 你不應該去參一腳 我覺得 因為白俊不是大水牛 他是有腦 他應該衡量過自己 這個偷襲 或者跟對方的功力 能不能夠造成威脅他才出手 好像剛才阿朗所說 如果他是夠打的 他就不用用計謀 犧牲剛才兄弟 去黏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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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明知 因為武力上 真的不可能報到仇 你才會用這樣的方法 寧願犧牲兄弟 也要這樣做 但是現在怎麼會這麼愚蠢 自己去送死 你真的很好打嗎 是的 你一早自己去 你之前說到的仇向這麼大 可以令到你可以 犧牲你的兄弟 大到 那你怎麼可能現在這麼輕致 就把自己的命 擺上來 那你怎麼報仇 那你錯了 我到底想不想報仇 你寫他走回去碼頭 然後在軍艦裡發一炮 向文殊 或者甚至乎不顧小虎的生死 都希望傷到文殊 我覺得反而可以接受 奇奇怪怪 哦 那後面 浪郎周記 浪郎Email那裡有讀者 就一直說 之前 自由反撲無常 這個其實是 本書的故事 變成一個大的筆 這樣就 回覆讀者就說 其實這個就不是一個筆 如果它本來是一個筆的話 你是沒有可能發覺的 當你都發覺到這個筆的話 很明顯這個就不是一個筆 很棒 他是不是很啪啪 黃先生可以開那些軟件公司 寫完那個program給客 接著那個客頭說 有筆 這些就是有經驗的 老公和老婆說 被你抓到我 吹吹吹 很明顯那個不是我的真面子 我愛的是你 如果我真的偷吃 怎會讓你知道 就是讓你看到的 只是向你示威 或者撒花槍 你誤會了 即是兩位議員 扔招呼的行為 他不是暴力的 那些主婦就說 老公我看到她和大女兒在一起 怎會 如果我和大女兒在一起 就不會被你的主婦看到 看到她 肯定是普通朋友 其實是一個道理 好東西 這樣都說得出來 這些就是經驗之談 很明顯 如果不是誰說得出這樣的說話 如果遲些龍虎門 成本都是白頁的 一幅圖畫都沒有 然後讀者投訴 他又可以用回這個理由 他甘平這樣說 他說 我們最後那頁 看到阿伯俊被人打穿了身體 可能他沒有死 如果他真的死 怎會被你這麼容易看到 他打穿身體 被他打穿身體 很明顯 應該死不去 如果這樣 你可不可以推回去龍虎門 所有死亡的角色 可能最後全部復活你都不知道 每個人都裝了 又在石頭上見到那些人 可能一抄桥當 因為沒有洗下計劃 所以炸死脫離那些幫會 神經病 不知所謂 毫無責任 這本書 講另外一本 還有三期完 刺王 一二三 今期十八 未三期 跳得很快 看起來很辛苦 跳得很快 之前那兩期還在講 兩條小孩 消化不了 九鼎那裡 都沒有什麼進展的武功 突然之間已經去到 最強的兩三個之一 因為迷離聖主 現在就是 統一了個性之後 變得超強 幾條人 東修軍 大龍頭那些 其實合起來都不夠他打 九鼎那個設定 有些選擇 現在才說 我每個人 只可以最多修練兩個 嗯 我真的覺得 你什麼時候講過 你無緣無緣無故彈出來的 這些事情 好像前一期 即是 迷離聖主合一了之後 就 啊 誰說的呢 有一個人提過 他自己有想過 他在盤算中 究竟繼續修煉哪一個好 但是我那時候 已經有個疑問 為什麼要盤算呢 不可以修煉了嗎 從來都沒有說過 一個人 一身人才可以修煉兩個人 那期有提過一下 但是 也都沒有詳細說過 究竟 容納不到的原因 那個理據 或者有沒有方法突破 那就沒有了 因為始終他現在要迎接完結 沒有那麼多蝙蝠 所以他在這裏慢慢再深入去否釋 關於九頂功力的問題 那說了 迷離聖主就選了一個 吸功頂 哈哈 那個不懂得讀 那個字 號響 號響啊 號響啊 專門就是吸人的功力 到自己 到別人身上吸取真氣 因為 號響話說這一個 就是很唯識的 傳說神話 神秀來的 那我問了 要收你皮 那就是天神村的小吉 其實是好響來的 不是 還有他最後餵食到餵食完 所有東西之後 要吃完自己的 那你怎知道小吉沒有吃自己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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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就是小吉互咬 兩隻小吉互咬 就是吸大龍頭的力量 也有說過大龍頭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就是為什麼龍家大當家 到代代都會提早死的 就是因為原來他們是寫己為人的一物 所以他能夠令到一些 例如枯葉枯樹 或者一片荒蕪的地方 都可以重生生長很多草 花花草草 就是因為他用了自己的生命力 即是他這麼多年來 農家去七角 其實都是用自己的生命力 去幫那些農民 他用生命力去換取功力 其實是 他不一定是幫農民才會的 總之就是 化出來 長生氣 又是釋出建議 就會減止生命力 我一看到這些幕 就想起 一陣子在玩遊戲 You like 那個女角就是 犧牲自己扣一度 可以加四個功力 這些做法 其實通常都是換來很大的效益 我能夠接受到這個方式 不過只不過因為他編幅實在太少 突然之間說完 沒有時間去鋪排不同人 很多後一次的東西突然間彈出來 你要在很短時間之內一次接受 所以看來我覺得有點可惜 你連認性突然間說千萬最強 你都覺得全都拋了頭 還有你覺不覺這個製作 都好像棄了一點點 不多 但是尤其是一些棄勁那段 這些棄勁的表達 我覺得比起平時他可以做得到的東西 就弱了一些 隨便那些 對 對 對 我覺得可能是因為 林匿埋尾 那些人有些離開 你特別想起 你比較起上兩期 剛剛介紹九頂的時候 那些彎面其實真的很彭泛 再回看今期 差很遠 對 所以沒有辦法 我覺得差一點 對於營正遇到的大業 又怎麼看呢 那裡又是 迅速功力排斥 還有 根本沒有任何提示 之前 它是真的忽然爆出來 比九頂的突發性更強 亦更難接受和消化 我覺得有些地方好笑 就是 營正爬了山 然後你無緣無故看一看 然後你無緣無故看一看 你就會看到 哇這個山不是巨大化了的巡王劍嗎 應該每人都能看到 你怎麼看到 你很遠就能看到 你在整個山的其中一個點上 但你可以看到 這個就是巡王劍的樣子 所謂不適爐山真面目 指緣身在此山中 你現在都在巡王劍的山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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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遠看就能看到 近一點看不到 最適合的是 他們本來是飛去的 對 應該是之前看到 然後再跌下去 才會去那個位置 不是登陸了之後 才會說這句話 因為我們剛才說了 因為不適爐山真面目 指緣身在此山中 你就是因為這個山水 你才不知道 它是怎樣的 嗯 剛才說的大業就是巡王劍開過第一軍 他是叫做他的祖 祖先 但認證真的有大巡血脈了嗎 之前不是必須否定了嗎 在這部作品中 我印尊重沒有正式否定過 如果是這樣證明他真的有 他一定是刑義人的兒子 而不是呂不畏的兒子 如果他這樣說就是暗示 那鳥呢 鳥呢 鳥就是大巡開國時的神鳥 哦 就是神鳥鳳凰圖的神鳥 哦 是不是跟金正日差不多 也有金正日的血統 他們就是在神鳥的巢裡找到大業 太空管一樣 哈哈哈哈 似乎活彈 大業不是在裏面 俄羅斯 大業不是幾百年在裏面看全天的電影 所以才懂得這麼多武功 嗯 但過程實在太快太緊速了 他講到 他為什麼可以有幾百歲命呢 這個大業就是功力所致的 但是也可能會帶來一些令人後悔的結果 還有我想說 既然如果大業是秦國的祖先這樣算 幾百年沒有理由會穿著很這樣的規格 你應該是原始人的樣子 幾百年而已 你都沒有規格 秦國祖先 那要修補 看看他幾百年 如果他說幾百年 那周朝也有八百年的 你去到東周姓公子 他認證 那周朝也有八百年的 那如果我當你大秦祖先 那你可不可以當他雙朝 雙朝著這些都可以嗎 不過應該爛一些 他保持著 經常有人幫他更衣 不是很像一個幾百年 我也覺得 略欠那種瘡樑感 或者是荒漠感 我覺得他在困人 自己爬上山 他下不了山 所以就說 我不是就是你祖先 不如你背我下山 今晚不小心 不知道什麼時候被人抓了回去 做人自然 所以麻煩你現在 他會不會又九把刀功夫 中了催眠 自以為幾百歲人 那條條 黃師傅 黃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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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你們心目中的那群人呢 譬如有 我知道這裡有城寨的朋友 好像有陳樂均 有梁俊義 有藍信一 有韋小吉 其實應該叫韋吉祥 是吧 韋小吉是發名 有這四個 如果你們有興趣就去投票 另外歷期是最多的 歷期有八個候選人 竟然是這樣 希明 梨露 赤羽健一 還有少女無音 銀男 雷鳥蒼林 銀索斯卡加羅 以及血神布勒 他的提名最多八十人裏面有八個 佔了十個% 我一個都不認識 最少幾個主角認識 赤羽健一 Sorry 希明就是男主角 希明 梨露和赤羽健一 都鼎鼎大名 最少是他們三位BL Sorry 三個男主角的 不過有一個錯的 邪惡白武藍寫了是鄭健和的 其實是肥良 應該肥良也不少 我沒有特別數過 是 不緊要 看看到時候 會不會選完之後才被人去挑戰呢 因為始終不是太多人提及這件事 不過是這樣 我想說 投票是什麼呢 最後目的就是要把這十四個角色成功立體化 會不會有其中十個就是力氣老師呢 還是城寨宜那四個都立了全名單燈賞呢 怎樣立體化 做個挑帳出來 挑他的帳 星光大道 星光大道 就是跟李小龍那些放在一起 這麼有趣 所以我已經知道是哪幾個了 做了出來的那幾個 已經有那幾個 去年有擺展覽那些 什麼《布京雲》啊 《華英雄》啊 《王小虎》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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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 其實整件事都很搞笑 星光大道的原意是做什麼呢 是找一些 那時候是電影界 對電影界有貢獻 或者有成就的人 去擺去雕像或者手印 那這些漫畫人物有什麼呢 你說你如果擺作者 我都還覺得 不是搞笑 那叫漫畫星光大道 在哪裏 是不是在尖東 那我又不知道 你看看他幾小圈子才行 真的會篩舊 檢查一下 放在哪裏都無所謂的 我覺得就算代表性不夠的話 當是推動廣漫也好 那就幫他們立 最重要是他們有這樣的心 但是如果太多比較舊的角色的話 如果跟《時代》 《脱節》 甚至乎很多是圓了的漫畫 你用那個位置來做這個推廣 我就覺得有點可惜 我反而是執著什麼呢 就是 他如果是一些現在所選出來的 只不過是近期或者這一段時期 比較人氣熱的一些角色 但是他對整個漫畫發展 可能沒有什麼很大的貢獻 過了十年可能沒有人記得這些東西 但是有一些角色是 很多年來可能就算故事完了 但是仍然有人記得好像老夫子 那些 他都有提名 李慧珍那些都有 我覺得這類的才值得去特意做過的事情 誰知我想告訴你 剛才我不是提過做了出來的那些 老夫子和李時珍 十三點都有的 有做過的 但是我不太建議純粹靠現在這種方式的提名 還有最後可能得票選舉 那就會令到意義失腳了 我也同意投票有好處的 就是讓公眾多些參與 但是反過來 退後一萬步來說 我都頗有信心 都是那些有代表性的人 不會勝出的 因為我們看回日本 歸有公園前 就有個梁津在那裡 鳥取就有柯南 整條街都在那裡 那些人在那裡 我覺得是不會走得掉的 所以我也同意把那些人立體化的 我都相信他做得到的 不如說今集最後一本吧 好啊 春秋戰紅 突破了一百期的春秋戰紅 你打算他突破不了的 當初其實也有點擔心的 老實說 但是他後期那些東西越寫越有力 可能將整個故事上了神朝 聽不到 將故事重心擺上了神朝 所以被人覺得他是上了力一點 嗯 我就覺得其實是 同意 同意 神朝是一個吸引的故事來的 整體都吸引的 那我就覺得他另外一個有趣的地方 就是 他 因為姓公子不再是重心 在我的立場 現在是重心的昆仑 是啊 是啊 那現在呢 不過我就 幾不喜歡第一百零二期的開頭 為什麼這麼說呢 就是因為無緣無故由炎帝 就是炎王對癡友 有點浪費蝙蝠 是啊 我也認同這件事 因為他現在要鋪一個新設定出來 即是 接下來有一個更大的魔頭 會出生了 混頓 混頓應該不是那個魔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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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混頓應該是想阻止這個魔頭出現 混頓應該是阻止這個魔頭出現 是阻止第一次魔頭出現 因為炎王二帝聯合合 就對付了癡友 癡友 於是向一個不知名的魔神去求救 用了他的軍隊裡面的十萬人去召喚他 最後呢 炎帝和皇帝也無法阻止 是混頓出來 阻止了 但是就延期了這麼多 沒再說下去了 现在来着神朝里面的神帝,应该就是想换成这个魔神移物 而昆仑,刚刚拿回他小时候的记忆,基本上你可以当他站在神帝那边 暂时看得到 我反而觉得他所说的最后那个大魔头,最后就是昆仑 但是以神帝的计划,昆仑也只是帮助他换成魔神的旗帜 如果这个故事像现在所看,所有东西都在神帝的掌握之中 那是很平板的,他不会这么写的,他一定会写 神帝想着自己可以换成一个魔头,最后他换成一个就是他想着利用昆仑 甚至可能... 那就是两大神物和他打,他就再做一次的司徒决战 因为司徒决战的决裂关系,是应该慢慢恶化下去 最后是重点放在他两个司徒决身上的 也有道理,因为魔神復活了之后可能需要一个轨体 到时候就借当中最有潜质的 你想想想,如果他又弄了一个新的大壁魔头出来 但是你由现在已经煮了昆仑,想进了魔头去走另一边 那你就浪费昆仑,没用的,他没有气氛 所以应该是会将所有的集中力都放回昆仑 然后另一边可能... 郑公子再加了另一个神物,两个 可能昆仑是不和不和的,现在最后是要合作去对抗昆仑 就做回他们的祖先,炎王二大 这种做法是以往...很多组织的事都会这样做 但是我挺不喜欢今期的昆仑 因为拿到仪时记忆,就会把无上大罗天的36层 因为问题就是... 他仪时的记忆并不等于他有36层天的功力 我宁愿他拿完仪时记忆,就投靠回神朝延后 他一样是用五轮性咒 五轮性咒,去和他的徒弟对决 用同一种招式去互相对决 你就很明显知道,因为有些其实昆仑是未识的 所以就一定在能力上高 你不用特意再帮他加36层天的 现在不同的功力、层次、类型太复杂了 之前就说耐丹顶 那里还没说完,现在又说五轮、四象 魔龙志气 还说昆仑只是用到十层 不断用不同的数字或者不同的领域去报警 因为是新东西的关系 还有昆仑那时被人回复二时记忆 他当年被人捉走的时候是几岁的 哪可能练得这么厉害呢 当日是没有这种事情的 我跟一万几个说法 他不应该是一有记忆 他不像报警那些 我失了一亿,然后记得以前的武功 因为功力是存在身体里面的 不是招式 你记得招式令你打起上来 同样功力之下更有优势就说得通 但是如果因为记忆而产生新的力量出来 就很难接受得到 以往还说还是USB全功 我们都已经骂骂声了 现在是不用的,叮就搞定了 早前开始又启动了 姓公子都是连续几次不断功力提升的 他刚刚忘了哪一次 就是最近这一两期的 突然间不够打,又爆神默 姓公子没什么说 神默是万能的 什么都是靠神默的 没有饭开又是神默 电视报电又是神默 什么都是这样 唐英年和梁振英的政纲 是否应该要加一项 就是赋予每人一条神默 你估计这么容易赋 有神默那些就很容易share出去 好像这些Walter 所以他现在有点走回头 就是不好看那段时间 应该是三四十期那段时间 现在又重复那条旧路 我就觉得他应该重新检视一下 他有个坏的习惯就是 奸的人是不可以用一些政派武功的 明明昆倫本身有一些政派武功的 你变了奸之后 为什么不可以用 武功从来都没有正邪之分 看是怎么用的 我一直都在说一样东西 所以他现在又用一些最老土的方法 我就觉得 开始走下坡的先兆 如果这只股票 我劝大家快点放手 咦 阿豪是不是又特意扯爛他 阿豪 真的 看就不好 当然了 我们都不欠 我觉得阿豪都不会的 正人君子 接下来应该就是神朝带直路 之前说 他说要破那个什么 不见天 匹哥破那个不见天 和神帝都还未真正破梦 还在梦里玩着 令我担心 有点担心麦川明鬼 如果现在出的话 跟这分是不能亏的 可能又要输了 他比较了很多 但是跟这几期说的 昆倫的提升 我觉得还未够 有关 我觉得他出到来 就可以突然间劲了很多 而且因为他有潜伏 所以你可以说他修炼了很多 或者是内力上 因为他特意是这样 而令到他提升 以前我麦川明鬼都很劲 所以就可以更劲 要看他能不能出 魔水经的新的境界 有什么特别 鬼再出场的时候 他一定不会有以前的大肥老样 就是好像邪低 是啊 我看他有什么新搞作也好 是啊 弄得任然齐 小齐邪低 好 那我们准备要开饭了 是不是又要找神墨那些 要啊 要找神墨去饱肚 好了 那晚我帮 到这里为止 明年是否有选举 我没有时间搞 有没有听众可以帮忙搞 因为太多书了 今年书都比较重复 没有什么特别多的新书 所以未必会搞这么多奖 如果有听众 有时间帮忙搞的话 不妨联络我们 我先开个头post 大家做点提名 想搞什么奖 知道有什么 我反而想减少 不要太多了 今年要蒸 不要太猪肉 尤其是蒸装不特别多 反而蒸装可能今年不用搞 也是陈某贏的 哈哈 我们尽快公布吧 好 成乱快乐 新年进步 拜拜 拜拜 拜拜